英国王室现在可热闹了 随着查尔斯国王的病情曝光 关于王室内部的纷争也越来越明显 卡米拉和威廉王子的两股势力正在暗中较劲 谁都想敢在国王病情爆发之前 把权力稳稳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目前的局势对威廉王子一家非常不利 能明确地感受到威廉王子的势力正在逐渐衰弱 而卡米拉却在查尔斯的庇护下如鱼得水 现在显然成了只手遮天的女王 虽然查尔斯还是国王 由于身体原因 他选择了在后宫修养 把一切重要的公务都交给了王后卡米拉打理 这给了卡米拉名正言顺霸占王室职权的机会 按理说查尔斯国王不能执行公务 应当由未来王储威廉王子全权代理 而偏偏这时候 威廉王子一家反而更加减少了出场频率 甚至有传言称威廉王子正在被王室边缘化 将来可能影响到他的王储地位 如今的王室真的让人越来越看不懂 在国王身体逐渐衰弱的时期 为何让居心不良的卡米拉占了上风 众所周知 卡米拉的背后是整个卡士家族 他们并非王室血统 难道英国王室这是要一主了吗 卡米拉最近的举动已非常明显 她不断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展示着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 塑造劳模的形象 不排除她想代替查尔斯成为英国的女王的可能 事实上 卡米拉早已实施了一套周密的计划 蛊惑查尔斯 离见她和两个儿子之前的感情 现在查尔斯得了绝症 只能依靠卡米拉和卡米拉的两个孩子 卡米拉的女儿劳拉和儿子汤姆 自从母亲当了王后 两兄妹变成了王室的常客 隔三差五来王室露面增加曝光度 还让查尔斯享受到了儿孙绕西的快乐 以至于查尔斯都快忘了 自己远在海外的小儿子哈利一家 和近在眼前的威廉王子一家 只有自己的孙子孙女们 才是和她有着血浓与水的亲情 可惜被蒙蔽了 当然卡米拉的儿子和女儿 也没少在继父查尔斯这里捞到好处 查尔斯曾在两人上学时 就为他们购买了豪宅 成家时更是各种王室珠宝送不停 谁让英国王室有钱呢 摊上这么个超能力十足的继父 兄妹俩估计都快忘了 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了 不得不佩服女王当初的睿智 从女王见到卡米拉的第一眼 她就断定查尔斯会被这个心机深重的女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如果让卡米拉成为未来的国母 一定会成为王室的祸害 虽然女王当时用强硬的手段拆散了查尔斯和卡米拉 可是在后来的日子里 还是没能阻止查尔斯和卡米拉的旧情复燃 反而搭上了美丽单纯的戴安娜王妃的一生 也是得不偿失 真不知道卡米拉到底用了什么魔力 居然让女王在林中给了她名分 连女王都被卡米拉骗了 也难怪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兄弟联手都没有兜垮这个邪恶的继母 现在只能静等王室的新动向 希望威廉和哈里已经在秘密筹划打败继母的计划了 然而 这一要求却遭到了查尔斯王子的犹豫与拖延 作为王储 查尔斯对于王室的规定与传统有着较深入的了解 她清楚地知道 卡米拉的这一要求 并不被广大民众与部分皇室成员所支持 因此 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而安妮公主作为查尔斯的妹妹 对此事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与愤怒 她认为卡米拉的要求完全荒唐可笑 是对皇家传统的蔑视和践踏 安妮公主一直以来都坚守着皇家的规则和义务 视之为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对于卡米拉这种想要扩大自己权力和地位的行为 她无法容忍 面对舆论的压力和争议的升级 查尔斯王子最终决定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做出最后决定 女王作为英国王室的最高权威者 将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对皇家传统的理解 做出最终的裁决 对于这一争议的结果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对公主头衔标准的讨论 传统上 英国王室高度重视血统的纯正性 公主头衔一直被视为王室血脉的象征 然而在当今社会是否应继续坚持这一标准也备受争议 有人认为公主头衔不应仅由血缘决定 个人品德与才干同样重要 卡米拉王后为女儿争取公主头衔的行为 体现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王室传统的重要性 公主头衔的赋予 事关王室的形象与权威 如果操之过急 可能会对王室产生不利影响 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 一种可能的方案是 赋予劳拉一个特殊头衔 以确保她的地位 但不使用公主一词 以示对传统的尊重 这既能满足卡米拉的要求 也不会严重违背王室规定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一事件都凸显了王室面临的困境 在现代社会 王室需要在维护传统与迎合现代之间 寻求平衡 这需要对传统观念进行适当调整 但也不能完全放弃 权力始终是主导这场较量的核心要素 卡米拉作为王后 梦想着她的亲生子孙能飞黄腾达 获得无上的权力和爵位 卡米拉可谓是布局深远 精心计算过每一步 早在嫁给查尔斯之前 她就凭借跟罗斯的交情 成功地拉拢并摆布了威廉王子 让她陷入了婚姻危机 而为了进一步巩固她在王室的地位 她一直游说丈夫查尔斯 让女儿劳拉进入王室工作 当然 卡米拉绝不仅仅满足于一个王后头衔 而是在不断编织更大的权力网 她所掌握的关于英国王室的诸多秘密 使她得以轻易操纵查尔斯和威廉王子 因此劳拉进入白金汉宫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同时 借助各种王室活动 卡米拉让她的后代尽可能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博得了不少王室成员的亲近 这样一来 劳拉进入王室的道路也就更加平坦了 虽然阻挡她的人很多 如女王和安妮公主的反对 还有凯特的存在 但卡米拉的野心并未改变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她的努力正在逐渐取得成效 不少王室机构开始接纳她 尤其是安德鲁一家的支持 极大的增强了她的筹码 所有这些筹划和努力 最后能否成就卡米拉的王后梦 原本对她失望透顶的查尔斯 现在需要面对舆论对于威廉生育和王储之位的担忧 这无疑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而在凯特与卡米拉的暗中较劲中 威廉似乎并不能抵抗住压力 再加上卡米拉的儿女 似乎成了她手中最好的棋子 卡米拉正在依靠她的权谋智慧 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 去争夺英格兰王室的地位 尽管她遇到了许多挑战 但是只要她坚持下去 耐心等待 无疑可以增加自己达成自己的愿望的把握 王室内部的矛盾如何才能处理好 真相如何才能大白 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 总的来说 卡米拉再次为前夫女儿 由金妮公主请求公主头衔的行为 引发了巨大争议 查尔斯王子的犹豫与拖延 以及安妮公主的愤怒 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起争议都将对英国王室产生深远的影响 决定着皇室的未来发展走向